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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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這是我演講裡面 在這麼大的一個場合 講的最奇怪的一個演講 這個演講裡面也沒有數學公式 其實我的研究專長是密碼學 跟這個無關 最近我參與我們很多 資安人才培育的計畫 所以就想一想 怎麼樣幫我們在做資安的培育的過程 能夠來提出一些想法 所以我今天來跟各位報告 我們在整個資安人才養成的過程 要注意的事情 開宗民意要講人才一定要談教育 那什麼叫做教育 像各位都是經過整個教育體系出來 但是這個教育有沒有達到你的目標 這個教育是不是 就是未來滿足你的期待 別人的期待 不只你的期待而已 還有別人對你的期待 那別人一定會期待你 比如說 各位是我們台灣未來的這個 治安的前鋒 那是我們對你的期待 對不對 別人對你的期待 你們今天能夠成為一個 治安的前鋒 那怎麼樣才能夠成為治安的前鋒 所以我等一下就來開始來講這一些 所以教育它會有情境呢 在學 我們從國小 甚至幼稚園 國中 高中 大學 研究所 甚至研究所 畢業了 在職了 工作了 又回到學校來讀書 那另外像 還有一種教育的情境呢 我們就叫做社群 像Hikam就是一個最棒的一個社群 你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自我學習 你可以接受訓練 甚至你可以有很多啟發 被別人來引發你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題目 像我今天看到這三個題目 我就很驚豔 雖然我都不會玩 我也沒有背景 但是你想想看 這個就是一種創意 有一種誘因 誘導你想要去突破它 這個就是一種叫做社群的教育 所以我早上一進入這個會場 我一看 老天啊 我參加很多研討會 怎麼沒有看過這種研討會 大家還排隊排那麼長的 我們通常參加那種研討會 就是很Bowling的 很無聊的 大家要談怎麼計算數學 怎麼去算Performance 怎麼去做比較 怎麼去談演算法 就這樣 那這三個教育的情境 彼此是有關係的 彼此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在整個教育的過程 希望把這三個情境 能夠融合在一起 那接下來這個就叫做期待 教育的本質 剛剛談到就是 你要期待什麼 你自己的期待什麼 你要自己成為一個人手 人才 還是一個人物 那什麼叫人手 人手就是what you know 你知道什麼 有一些標準的程序 看到別人做什麼 我跟著做 也可以成功 第二個什麼叫做人才 what you have 你會問問題的 你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你知道你為什麼你會有這種思維 想法解法 這個叫what you have 第三個期待就是人物 人物是什麼 who you are 你是誰 好 在治安這個領域 在binary這個領域 在reverse這個領域 在ctf這個領域 人家腦袋裡邊第一個對應的 就是你的名字 就是你 那你就是這個領域的人物了 你就是這個人物 所以我們在場有很多的人物 我們這個hit camp 其實也是有很多的人物 一起創立起來 所以你在各種不同的這個領域裡邊 你都會想到 這個就是我們的期待 你自己的期待 或者別人對你的期待 所以我們這個要去彌補 現況 左邊這個圖是一個現況 你會發現這個三角形有斷層 有一次這個 我們大A人就跟我聊天 因為他常常帶這個戰隊 到devcom去比賽 他說 老師我們發現一個問題 這問題還蠻嚴重 我說 你們記不如人嗎 要不然怎麼發現這個問題蠻嚴重的呢 他說不是 他們都慢慢年紀大了 他們有他們的工作 對不對 他發現我們後進了 這人啊 就像左邊這個圖一樣 有斷層 有斷層 所以我們希望有一個方法 能夠去怎麼把這個斷層 把它補起來 那在這個 所謂剛剛講的這個人才裡面 這三個的最底層就是什麼 人手 對不對 最多的 左邊的人手是比較大塊 但是我們變成說 右邊以後啊 我們希望這個人手 能夠怎麼樣 變得比較少 比較扁平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人手 能夠填補人才的斷層 那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才 能夠來填補人物的斷層 那這個就是我們想要期待的這個目標 所以在教育部 或者我們在政府 他看到了這樣這個問題 所以從 應該是2015年 2015年 我們就開始來執行一個計畫 就怎麼樣來培育 這個所謂的資安的人才 怎麼去把那中間的斷層 去把它補起來 所以我們這個計畫 今年也進入了第三年 進入第三年 當然你要培育要有方法了 這不是大家自己在那邊塗髮煉綱 這個有個學科叫人才學 人才學叫Talent Studies 或者叫Talent Resources 那人才學跟一般的教育學 不一樣的地方是 教育它通常談的是 比較屬於普通教育 普及教育 人才的教育它是什麼 各位知道我們有很多 專業 專業 什麼叫專業 今天早晨 胡偉五號 升空 太空專業 所以你要培養一個太空人才 跟我們一般在學校培養人才 不一樣 IoT 像IoT 我們要培養一個 IoT這個領域的人才 也不一樣 你不能說 任何讀一個電子電機系的人 都能夠成為IoT的人才專家 資安更是如此 所以我等一下會把 怎麼樣去培養這個資安的人才 來跟各位來分享 所以它人才學 它是一個你要結合 自然科學跟社會科學 的一種學科 它會從怎麼去開發 什麼叫人才開發 就是你的潛能 讓你潛能 我們在學習 最常碰到的一個問題是什麼 障礙 很多人說 你看我在學這個過程 我在學Binary的過程 我在學CTF的過程 打到最後碰到一個障礙 自己會撞牆 不知道怎麼去突破 所以人才學的概念 就是怎麼樣去透過一個 有系統的方法 讓你去突破 這個我們就叫做開發 開發你的潛能 開發你的新的一個知識跟領域 然後最後讓你的這個 所謂的人才的能量 能夠使用 能夠使用 管理的意思就是用來解決問題 能夠使用 所以這個就叫做人才學 我相信在座 除了我們外國朋友以外 應該大家都瞭解諸葛亮 諸葛亮 所以你去看小說也好 看電影也好 諸葛亮他就很會去用人才 諸葛亮他就把什麼叫做人才 做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區隔跟區分 我不曉得口譯怎麼樣翻譯諸葛亮這一句話 翻譯給我們外國朋友聽 他說第一個 兼之以示惠而觀其智 也就是說你看你這個人 是不是有志向有志氣 兼之以示惠 第二個看你這個人 會不會應變 就是你窮之以慈變而觀其變 一直搶你話 一直搶你話 看你 看你有什麼反應 第三個是知之以計謀而觀其事 很多啊 所以我們這個叫做七種方法 來考驗 來發掘 來應用一個人才 諸葛亮 所以你各位看在三國演藝小說啦 歷史啦 電影裡邊 你就看喔 諸葛亮他很會用人對不對 雖然他的武功不是很高強啊 但是他很會用人 他知道在什麼樣的場合 用什麼樣的人 所以最簡單的 下次跟朋友一起吃飯 喝酒 看他酒醉了以後 他的什麼 醉之以酒 而觀其心 看他人的品性 人格如何 所以這個喝醉 喝酒啊 為什麼喝酒 是我們人啊 應酬交往啊 最常用的一個手段 就是你可以去觀察人家的個性 就是顯露無疑啊 顯露無疑啊 這是諸葛亮他對這個人才 所以人才你有不同的 那我們從 接下來我們來看說 人才其實是有分類的 有分級的 有一種人是理論跟工程技術的人 他在這個地方賺得非常深 所以我們這種叫做深度的這種人才 具備深度的 有一種呢 我們叫做跨越應用跟管 這種叫做廣度的人才 深度的跟廣度的 我們在各行各業 我們都需要深度的人才 我們也需要什麼 廣度的人才 並不是你只有永遠只需要深度的人才 或者你永遠都只是需要廣度的人才 你都太廣度的人才 人家認為你不深嗎 不扎實 你太扎實了 人家會認為說 你這個有什麼用 沒有價值 所以這個兩個要兼備的 第二個我們人才的分級 我大概可以把它分成ABC 這三級 那什麼叫ABC呢 第一個我們叫人所C級的 叫別人說什麼 你自己跟著做什麼 剛剛談到了 那這個人才就分成B級跟B加級 B級是自己做什麼 別人會跟著做什麼 所以通常我們會有個學習的對象 所以你要去提升你自己 你對你自己教育的期望 你要有一個標竿 這叫我們Computer Science的術語 這個叫做Benchmark 對不對 Benchmark 以Orange為標竿 以大A人為標竿 然後以誰為標竿 這就是你的Benchmark 那第三個叫做自己做什麼 自己跟著想什麼 像我剛剛看到的 大A人 他們去參加帶隊 DevCom會 電子背景很棒 對不對 我們也來想在這裡邊 我們怎麼去激發我們自己的創意 怎麼應用在我們這個HitCom會議 讓我們所有的小朋友們 我們所有的聽眾們 都能夠去感受新的不一樣的應用 或者新的技術去探討 創造這樣一個情境 讓各位能夠在裡面去探索 對不對 這種就是我們講的 自己做什麼 自己跟著想什麼 所以我並不是說 這個大A人只有到人才B加級 那千萬不要誤會 也不要對號入座 那最後一個我們叫做自己想什麼 別人跟著想什麼 這個我們就叫做Mindset 其實剛剛這個總召Aaron Long 他報告我們這個HitCom已經有13年了 我其實很關注這個HitCom 裡面它的整個發展的過程 13年前我也是很年輕 只是現在已經不年輕了 13年前也跟著他們一起 因為那時候有幾個人是我的學生 他說老師我們要辦會 辦會議很簡單 那借個教室就好 我幫你們學校借個教室 他說老師我們不是要辦那種 在教室上的會議 那什麼樣的會議 我們要從讀書會要講一些 可以展示的可以 不不不不不 那教室就不一樣了 那我就開始要去思考 我們要這個不是只有大家辦一個 讀書會就結束了 不是從CH root開始讀完書就結束了 對不對 我們希望能夠更長遠 所以他們就講他們的想法 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想法 所以這中間的過程 非常的心酸 他們一直在改變 包括他們都改變了我的想法 我相信他也改變各位在座 很多人的想法 這種我們就叫做人物 所以人物是自己在想什麼 他會引導別人跟著想什麼 mindset改變了 思維改變了 眼界改變了 看的事情 廣度改變了 深度改變了 這種我們才叫做人物 這種才叫做人物 當然這個 大家不要以為說 這個好像很難啊 或者做不到啊 Try your best 盡你的能力 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所以這個人 剛剛我從這個花了一些時間 可能講了這個主題 跟我們HITCAM 跟Security沒相關 對不對 其實就是我們在做人才培育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底 所以從國家的角度 或者從我們交易體系的角度 或者從企業的角度 包括企業本身 我很高興看到我們這個會議 有很多的企業 他願意來投入 願意來贊助 所以不同的角度 他對這個人才學 他開發 跟實踐的方法 態度 都不同 他進的角色 也不一樣 好 接下來我們知道了 人才怎麼樣去培養 我們再看那資安人才 應該怎麼來 第一個 你看我一看到這基礎學科 讀數學 讀數學有什麼用 現金代數有什麼用 從維積分有什麼用 離散數學有什麼用 統計學有什麼用 好像感覺你比較親近的就是 城市語言 城市設計 資料結構 演算法 作業系統 計算機結構 網路系統 資料庫系統 對不對 在巴拉巴拉巴 吳老師 你這個叫做基礎學科而已 沒錯 這個就叫做基礎學科 就是你在大學時代 裡面甚至有些高中時代 應該要學到的東西 基礎學科 曾經有很多學生問我 我做黑客 我幹嘛讀數學 結果你們現在開始去了解 DECAM的題目很多很棒的這種所謂CTF的這個題目 他用到了很多數學的概念 他用到了演算法 用到了密碼學的概念進來了 數學它就是讓你能夠在最短的時間 或者最快速的找到你的解法的一種途徑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讀數學的這個教育 我也看到有一些很高端的這個 這個資安的這個hacker 從數學系來 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因為他在解題的思維 他在佈局的思維 就跟人家不同 很多下圍棋的高手 數學也是很厲害 所以數學系的很多畢業生 大部分都會對圍棋 或者對一些這個high complexity的那種計算問題 都很在行 他們optimization 最快最有效最簡單最簡潔的方法 那是他過去的訓練的思維 所以這個我們就叫做基礎學科 那當然你如果說要快速的去養成 從什麼地方來著手最容易 到我們治安裡面 當然就程式語言 對不對 程式語言 或者資料結構 作業系統 程式設計 這種是最容易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一些進階的能量 什麼叫進階的能量 包括你要怎麼樣有哪一些理論創新的能力 密碼學 破密的分析 最近大家很多人在談大數據的分析 data analysis AI 人工智慧 machine learning 所以你看我們有很多這種創業的這個 產品 商品 都跟這些學科有感 你說我們這個管理學 很多人都在讀這個大數據 每個人所有的問題 決策分析 大數據 這跟我們的治安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 有關係 治安的大數據 譬如說一個人的behavior 一個hacking 一個hacker 他的behavior 他所留下的information 多大 像apt的攻擊 你如果沒有這種 像大數據的這種處理能力 AI的處理能力 機器學習的處理能力 你沒有辦法去面對 這種zero day apt 或者它是一個比較高深的 這種攻擊的防衛 第二個就是一種叫做工程研發能力 系統安全 系統安全 它其實包括的是軟體硬體 甚至是整個的潤體 像 子宮系的學生 我以前大學我是讀子宮系的 讀子宮系 我們發現我們每次碰到硬體 我們都很怕 我們那個寫程式是很棒的 但是碰到硬體就不行了 結果發現電器系的比我們厲害 我們電器系有一個叫計算機組的 他們又會搞硬體 又會寫程式 所以後來我們在整個的發展 就會受到這個限制 我們再往下去鑽 所以我剛剛講 你在發展的過程裡會有撞牆起 會碰到這個瓶頸 沒辦法突破 所以系統安全 它就是軟體 硬體 潤體 網路當然大家最熟悉 資料庫 網路跟資料庫兩個要加在一起 因為現在很少單獨的去去一個 這個叫網路 這個叫資料庫 已經是合在一起了 雲端運算 行動的運算 數位的見識 這個我們叫做工程研發的能力 那在應用的管理 第一個就我們俗稱的叫CIP CIP裡面的CIIP 這個就有專業了 不只用愛發電還要用愛管理 各位了解嗎 我們很難去理解那個專業 因為那個跟我們的Computer Science 有一點小距離 但是它有那麼的關鍵 影響我們的生活 甚至影響我們的社會 影響我們的國家的發展 關鍵基礎建設 我第一次去拉斯維加斯 當然不是去參加Deep Camp 那是純粹旅遊 十多年前去的時候 那朋友就帶我特別去看那個水壩 當作水壩 通常這個水壩水庫是在台灣風景區 石門水庫風景區 每個人去那邊遊玩 德基水庫 明德水庫風景區 每個人去那裡玩 因為這個我都去過 一去這個 丹佛水壩 不是 軍事區 重兵管理 裡面它的System Information System Control System 很嚴謹 就跟我們Skeda 用在電廠 用在水廠 用在油廠 用在瓦斯廠 是不是 或者為什麼中油出了點小差錯 台電董事長要下台 對不對 不是 或者這個台電出停電 這個中油的董事長要下台 Skeda 這個就關鍵基礎建設 那個要很 從原來的斗面再往下去拓展 通信 水電 交通 醫療 其實我也很擔心我們的一些通信的安全 交通 不能講 交通的安全 我們的高鐵 我們的火車 我們的飛機 你一看那個電影 你看了就會毛骨悚然 對不對 看那個電影 還可以hacker一台飛機 那 多慘 不知道會不會成真 不知道 電影 欣賞欣賞就可以了 想太多了 它也不一定會 會實現 那還有包括在整個商業的應用 像電子商務 金融的支付 所以最近這個全世界各地都在推的 Fintech 希望能夠Banking 還有一些治理 像Industrial 這個工業4.0 等等這類的 當然我們現在還沒有到4.0的境界 大概目前還只是停留在3.5 3.5這個境界 還有一個是跟個人比較有相關 隱私保護 智慧財財 所以你從這個地方可以發現 資安它的進階領域 橫跨我們俗稱的 理工容依法 對不對 各行各業 各行各業 所以你會這個技術 你會懂得這些進階的能量 你有基礎的學科 你不怕找不到工作 各行各業都有這個需求 在政府機構 電信業 電商業 金融業 高科技製造業 還有遊戲平台 跟我們的這個生活休閒 系統整合 會計事務所 這個就是我們的資安裡邊 從我剛剛講 各種不同的分類 各種不同的分級 所培養出來的這個人 他們的出入 其實台灣資安的能量 是很棒的 因為有HITCOM 有台大217 這個團隊 所以讓我們有很多 國際的這個 能見度 或者曝光度 所以大家不要忘智慧 其實台灣有運行很多 很強大的 治安的力量 跟那個種子 在HITCOM的排名 第一次進去HITCOM 就第二 我這裡其實他們 有十幾隊 對不對 我只是寫個前Top 5 Top 5就是你可以去看看 其實這個排名代表的是什麼 你只要不一定講第一名 你大概看看那幾 為什麼要特別把這個國家 標示出來 就是代表說 那是那個國家 那個地區 它所蕴含的 治安的能量 2014年 2015年 蕴含了治安的能量 韓國 韓國是因為韓國有一個 特別的一個 培育的中心 叫Best of the Best B.O.B. B.O.B. 所以一舉就把PPP 美國這個PPP 就是Canadian Meron 這個學校的這個社群 一舉就把它擠下來 然後甚至還有歐洲的聯隊 法國 瑞士 還有中國 也崛起了 Blue Lotus 當然Blue Lotus 連兩屆都進入了這個Top 5 16年跟17年 你看 就是這些人 站在這個位置上 有沒有 其實後面還有 後面還有 一年大概都十幾隊 你看後面的 你只要進入最後的Final List 那個都已經很厲害很強了 但是我只是看說 在這個能量 要肯定的是我們台灣有這個能量 今年17年了 你看韓國 總共有四隊進入Final List 最後才有 只有一隊 進入這個所謂的 Top 5 中國有兩隊 台灣一隊 美國PPP還是獨佔老頭 不過各位看到這個分數 差距非常非常小 非常小 其實應該是差不多了 再來看一些City of Team的Ranking 那你會發現當然PPP 還有其他的幾個 像217 在8月 其實8月之前 因為DevCom結果還沒出來 217是排世界第一名的 你可以到這個網站 叫做City of Time這個網站 去找 Timesctf.org 它就有很多相關的這個排名的資料 點數 各個不同的隊伍 它的組成 我們Hikam在16 並不是說 其實我們Hikam很多是跟217是合在一起的 一個團隊 只是說用這個隊去參加這個比賽 它所count的這個Points 這個分數 就不一定就落在Hikam這個身上 所以Hikam大概目前排在第16 那我們來看別人怎麼做 別人在對這個之後 那我剛剛講我們有不同分類不同分級的這種資安的人才 那我剛剛講我們有不同分類不同分級的這種資安的人才 中國大陸有資安學院 他們叫做信息安全學院 哪些學校呢 2000年上海交大 2010年 清華大學 2014年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我們叫西電 這些學校 它的數值 所以我不是講我們隨便一個學校設了一個資安學院 不是 那系呢 鎖 也就是他們有碩士點博士點的 2002年 2002年 北京大學 然後接下來 北京工業大學 北京理工大學 北京電子科技大學 北京油電大學 中央財經大學 北京市 北京市首都 首都都有很多個大學 這麼多個大學 裡面 他們重視 資安 北京市首都 所善之毒 所以它有很多各種不同的產業 像油電 你說我們現在怎麼去管台電 我不懂台電 我資安很厲害 但是我又不懂台電的control system 我怎麼去幫助台電 來做好它的資安 系統的資安的問題 像他們有 還有各省的重點大學 武漢大學 四川大學 山東大學 青島大學 連最南邊的海南大學 都有資安的系數 不同的大學的特色 不同的大學的特色 那不一樣 韓國呢 前面兩個大學 大家應該是 這個你如果看 亞洲大學的排名 這兩個大學 絕對是 排在很前端 尤其Kaist 韓國的Kaist Kaist是韓國裡面 工程 科學 這個領域 排第一名的 比韓國首爾大學還要第一名 所以在我們的亞洲大學的ranking Kaist 當然絕對是比台大還要高很多 接下來Korea University Korea University有100多年的學校 它是一個私立大學 它裡面也有這個系數 它的系就叫什麼 Cyber National Defense 這個系就叫做Cyber National Defense 這個系有很多個所 其中有一個所就是在談 Information Security 韓國人這樣做 那還有很多專業的學生 你看它那學校的校名 它根本就是一個 治安的大學 對不對 Cyber University of Korea Korea 說什麼Cyber University 還有National University 這個都有 國立大學 都有 我們台灣呢 現在 泡錢 還沒有 大家慢慢來敲編谷吧 看哪一天可以敲得出來 我告訴各位 我已經敲了十多年了 還敲不太出來 這張圖片我在公開的演講裡邊 我不能把這個圖片換進來 但是我給大家秀給大家看 四張 這是BOB 韓國BOB的一個上課的情景 各位看第一排 做了幾個人 六個人 對不對 第一排做了六個人 四個女生 很厲害 我們Hit Come Girl 應該要慢慢茁壯起來 對不對 Alan 要讓我們Hit Come Girl 茁壯起來 然後他這個BOB 每一年都會排 所謂的Top 10的學生 Top 10的就是 在這個 所有一百六十多個人裡邊 第一名 全十名 所以像他們去打Dev.com 他每一年名單都不一樣 他就是每一年都有人去打 都用相同的對名 他們對名叫做 CovDev KoreaDev BOB的 全部都是四對 全部都是BOB的人 用不同的名字 每一年都不一樣的人 我們看Alan 這個從沒有鬍子 一直慢慢長到鬍子 長到那麼濃那麼厚 這是BOB的一個上課的一個教室 所以他們Top 10裡邊 有三分之一是女生 這是去年 去年的年度 因為他們今年 他們開訓的時候 他有邀請我去 我就去 所以去的時候 就看到他們在上課 開訓完了以後 第二天是他們學校 看他們上課 這是他們的年儀教室 乒乓桌 懶人儀 你也可以很用功的 對不對 好像吧檯一樣 用你的notebook 置物櫃 還有電動玩具 讀書讀類 還可以玩個game 為什麼韓國電競那麼有名 他們就是把很多的這個產業 所以就融合在這裡邊 左邊這個 聽說左邊這個黑黑的 那個是健身的 練muscle的 還可以練muscle 那右邊 你看右邊有人在 可能看到我們去參觀 不好意思 有人打乒乓球 或者還在那邊玩game 這是他們實戰的一個情景 一個教室 可以有12個隊 每一個隊大概可以有6個人 所以一次大概是60幾個人 他左邊 左邊這個 這個相片的左邊 還有一個是 他們就模擬了一個 所謂的關鍵基礎設施的一個 scenario 實體的scenario 用了很多線路 我那個沒有詳細問清楚 他們那個怎麼去做的 我也很期待我們台灣 有台灣的BOB 能夠幫助我們在各行各業 甚至讓我們這個 從高中生也好 大學生 研究生 都能在用到這種 屬於國家級的實驗室 國家級的研究院的環境 來提升自己 不能老是撞牆 不能老是靠我們這個社群 來提升自己而已 自我學習 這還是有限的 還是有限的 應該要有系統的 給一些好的環境 軟體或硬體 所以我們其實是很陽春 我們的在學教育 就是科技部給的計畫 幾個老師 熱情的老師 還有教育部 針對每一個不同的產業的人才 甚至向下扎根 高中生 我們昨天才辦理一個叫做 食物導師 Mentor的這個制度 高中生 有一個嘉義高中 報告得滿不錯的 他說 他說 吳老師我明年要缺席 為什麼 因為我要考學測 所以他必須要缺一年 他報告得很好 他做了一個題目 報告得很好 就自己找了一些Mentor的老師 像我們HICOM 很多戰隊的 這個都是做他們的Mentor 那還有在職的教育 包括自車會工業院 大專院校的一邊的 推廣教育 在職專班 還有民間 像聚焦電腦 合力資訊 這些都是在扮演 所謂的不同的 治安教育的角色 社群教育當然 最有名的當然是 CHRUT HICOM 還有最近 TDOH 在2013年 在校園 治安的讀書會 這個範圍 社團 社群都非常大 因為我看他們每週 每個月都有很多 讀書技術的分享 這個是我們現在的環境 但是我剛剛 腦筋裡面的印象 我剛剛修給各位的圖 我們希望的是一個 有系統的 有規模的 有品質的 這樣的一個教育的情境 能夠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一些事 就是希望 從這個角度 當然你不可能 一下子給 這個量很多 所以 這是我們目前跟幾個團隊 在組織的這個計畫 從高中直升 進來 讓大家體驗 我們有一個活動 叫My First CTF 很簡單 My First CTF 就讓你去體驗 像日本 日本辦了一個叫做CTF Beginners 全日本 辦了一千多場 一年 你只要對治安有興趣 你都可以去參加 然後他就會給你說明 給你幾個簡單的課程 各行各業 所以你各種Big Ground的人都可以 所以今年 我也去日本去看他們的這個 治安教育 去問 他不一定是讀 Computer Science科系的 比如說他讀一個 有一個是好像是讀 讀機械的 他說他對這個系統很有興趣 治安很有興趣 他就去參加 他就參加這個Beginners 我剛剛不是講嗎 各行各業 跨域的整合 然後我們這個課程 我們要希望跟傳統的課堂不一樣 要動手 所以所有的老師都要動手 包括學校的老師 包括業界的老師 都是用動手來教這個學生 慢慢慢慢有不同的這個等級往上升 其中有一個大家很多在座很多都了解 叫AIS3 我們叫AIS3 AIS3 這是每一年 大概我們有一百多個學生 在北中南同步舉行 這個講師來自國內外 都是頂尖的高手 希望最後藍色的部分 是希望這個人才能夠進入到 像我們的戰隊 對我們的政府的工房 研發 企業的防衛 這些人都可以盡這個心力 所以我們的未來之遙 其實在security 在密碼系統 最重要的叫什麼 Key 對不對 Key就是打開你這個密碼系統 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trigger 緊要 我們希望能夠從向下的扎根 到接軌國際的舞台 所以我們最近這個計畫 有很多的重心 都慢慢降到高中值 高中值升 我們其實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我們後來發現 我們有很多很有talent 很有天分的學生 他原來或許他不是讀資訊的 但是他很有天分 他很有天分 他其實從高中 就慢慢在展露 他的天分出來 他慢慢就展露了 我認識好幾個 現在我們檯面上看到幾個人 他們其實都從高中 就開始展露這個天分 所以你一定要從高中的這個過程 要慢慢去挖掘它 讓他們從社團 像我們現在很多歌手 五月天 那不是從高中的社團起家的嗎 對不對 最後陽明國際 所以他們很有talent 不是大學吉他社 產生五月天 那個不是五月天 那個已經是七月天了 所以不同 然後我們也希望能夠 有這個治安的細索 能夠推動起來 雖然現在看不到 有很多的這個思維跟想法 因為你看看別人在做什麼 我們在做什麼 還有希望能夠有國家級的這個 治安的延續宴 因為這個要扮演 學校 業界 政府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三個教育 在職教育 在學教育 跟社群教育中間的一個橋樑 所以你看我們要推動金融 要推動金融的應用金融改革 我們就成立了金融延續宴 對不對 所以你金融的從業人員 不管你不同的職位 都要到那個地方去受訓 給一個證書 評證 這個我們就叫做 希望能夠接軌到 國際的這個舞台 能夠跟跨國合作交流 所以我最近 大部分的工作也都投入在裡面 最後啊 來工商服務一下 AIS3下個禮拜 我們就是治安的暑期課程要開始了 還有我們有台灣好厲害這個食物 講中在昨天舉辦完 這個學生都很有才的 那有興趣的這個我們也有開放旁聽 也有旁聽的教室 因為這個講師很不容易了 有從韓國BOB來 有從日本的NICT來 也有從這個 他其實是新加坡 新加坡上 他們是韓國BOB的MENTOR 還有我們國內的頂尖 你去看上網去看相關的這個 課程的講師的介紹 這個在北中南開始 台灣好厲害 現在到9月8號報名 我們大概預計要入期 大概16個學生 有超過17個 夜師跟學界的導師 來共同擔任他的MENTOR 我們HICOM其實就長期 HICOM的這些核心 這個我們剛剛講人物 就長期就是扮演我們這個MENTOR的角色 一個學生 你有兩三個老師都可以來指導你 我們這個構想 就是從拿破崙 當初在法國創立Polytech 要去培養法國的精英 他就希望一個學生 有好幾個老師在照顧他 所以那個學校的老師比學生多 這個就是所謂的精英 你要成為頂尖的人才跟頂尖的人物 他的影響力才能夠更大 所以這個計畫 這個MENTOR的制度的計畫 也是我們這個計畫裡面的一個重點 好 簡單的結 其實資安的教育 我們自己自我的教育 自我的提升 找到標杆 找到標杆去學習 其實政府 企業 學校 社群 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在各自的角色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好 我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聆聽 謝謝 謝謝 好 感謝吳老師這個精彩的演出 那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想要問吳老師的 請問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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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在外面也有聽到一些 關於就是我們說貨幅法的資源 留在所有的資產經驗的研究上面 然後我也聽到有很多人就覺得說 資源不應該這樣分配 然後可是 我覺得這個資安其實是一個比較專門的學科 關於這樣子的評論 不曉得老師有什麼樣的看法 還是說其實是大家有一點誤解 我們其實本來也有另外比較正確 普羅大眾的一些自然教育的 一些訓練的培訓課程這樣子 謝謝老師 好 謝謝這個黃小姐的問題 過度的資源 我們先來釐清什麼叫做過度 各位知道我這個計畫多少錢 各位知道嗎 撒爸爸 我要做這些事 撒爸爸 這叫過度嗎 你如果是3億那就過度了 對不對 那我剛剛說了 因為我要負責推動的 剛剛講的這幾個工作是300多萬 然後兩個合起來600多萬 對不對 然後再有跟其他幾個學校一起 我們要從底層一直往上去貫通 所以大概這個計畫大概有1000多萬 這個在我們教育部的計畫 人才培育的計畫 科技部的人才培育計畫 零頭都算不到了 理解嗎 所以不要誤解什麼過度資源 投入在做資安的精英人才 如果是這樣 那我這個計畫做兩年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這種投資 這種人才的這種投資 太容易了 不是的一個人才的養成要很長遠 要很長遠 所以我覺得當然這個也跟大家來解釋 這不是這樣 真的是誤解 他不了解 其實我們有很多包括軟體人才的培育 包括AI 我剛剛不是說嗎 AI這個都跟資安都有關 IoT都有很多資安的領域的團隊 一起在做資安的工作 所以並沒有說全部都放在這裡 誤會大了 好吧 如果有時間我再跟你 詳細的去討論跟解答 好不好 好 謝謝你的問題 好 不知道在場會之後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想要問吳老師 好 沒有就 請 其實像教育部會有很多計畫 比如說資安 AI 就是一個比較具象化把一些基本的東西 做一個特殊方向的引導而已 其實回歸根本其實還是基本功必須要扎實 要實在 我比較好奇老師怎麼看說 怎麼讓學生真的把這些基本功念起來 而不是學資安就只是學工具或是怎麼使用而已 是 是 是 這個問題很好 我剛剛這個投影片裡邊我就不review回去了 有一個談到一個叫做基礎能量 所以我們講 今天我並沒有辦法把全部的人生 把全部的學生都往上推到人物級 但是我們資安 你需要不同的人手 你不同的人才 對不對 不同的人物 所以在於我過去我在培養學生的這個過程 這是第一章 像我認為 像 教育部 因為教育部他們在推動的這個計畫 大概就是因為產業的需求 很立即 很明確 譬如說我們現在大家 產業對資安很重視 但是你找不到這個人 所以教育部就要啟動一個這樣的計畫 所以那個叫做計畫式的培養人才 所以計畫式的培養人才 大概都是從解決人手欠缺 很難去談到精英或者比較進階 精英或者進階大概就是從學校 甚至我剛剛不是講 你要從高中去慢慢挖掘 那個有系統 大概你一兩年看不出它的結果出來 我曾經有個之前 我81年開始教書 有一個學生就81年一直跟我 跟到80 跟了快90年了 跟了快10年了 才畢業 他是一個台中家商的保送生 台中家商 參加世界ACM城市競賽得金牌 保送台灣科技大學 資管系 他跟著我一起指導 他剛開始他碰到的瓶頸是 就像我剛剛講 數理 基礎 演算法這些 他碰到很大的瓶頸 後來他突破了 他們班後來也是第一名畢業 他突破了 所以這個傢伙很厲害 這個傢伙上過媒體 他是第一屆全球傑出華裔青少年 其中的一個 就做治安的 他也得過傑出自信人才 在他讀大一的時候 所以這個 這個就我講的一個人物 所以你要從中去發掘 所以為什麼剛剛講 基本功是一樣 但是這種計畫大概只是解決 我剛剛人手欠缺 所以為什麼我要花一些時間 跟大家定義 什麼叫做人手 什麼叫人才 什麼叫做人物 不一樣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OK 好 謝謝你 好 那我們再次掌聲 感謝吳老師的演講 謝謝 謝謝